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听听咯 记得吗 现在更响亮一点 这就是我说的自大问响 它不单只是框音乐 它里面有一些蛋黄 在做一个这样的残响 当然你要它发出更大的声音 你可以点一个框音机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很麻烦的事情 你要运气它不能够 好吧 它这里有一个output 插进这里 帮我这个小音像特别适合在家里练习 把它打开 现在声量变成很大了 其实当你用来练吉他 不需要这么大声的 在练习的时候把它关掉 把它走这个连线 关掉这个音像 我觉得用这样的状态 来练弹唱已经很足够了 可是为这两支吉他就不一样了 因为它们是没有带内置的框音机的 这一支我们叫电吉他 人把它称为电子吉他是错的 这个是电吉他 不是电子吉他 这一把你可以把它称为电子吉他 或者是Midi吉他 分别是这一支是没有电子零件的 这一支是有的 刚才我说这一支是用物理的原理来收音的 有物理的声音的 可是这一支你听 声音很小 因为它没有共鸣上 它用的是科学的原理 这三个是线圈 用线圈检测这个前线的震动 然后把声音在这里输出 你也可以把它借到这个康音机 虽然这个康音机 是为Acoustic吉他一切的 也要多配一个这样的效果器 连接的方法是 康音机必须 就是跟这个效果器的输出连接 然后电子吉他方面 再连到这个效果器的input 它自动亮起来 有了这个效果器 结他可以发出 声音 是这样的声音 不同的音色 当然你可以用这个来调 这个声量 让我拿它练起一下吧 以前的我是不怎么练这个 练吉他的 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连接太麻烦了 但是之前我介绍过这个小东西 有了这个之后 我现在练吉他的机会 就要多了 可是用这个能不能达到 刚才那个效果 加这个矿音机的效果呢 那当然不能完全 但是它里面有三个不同音效 这个Crunch 它就是视针 Horus 也是一个合强的音色 还有这个Reverb 就是我们说的混响 我们试一下 现在先来是轻音 我们加强一点混响 不能就调教大小的 只能加 可是不加 现在是加了混响的 我关了混响 再加一点合唱 这个就是合唱的效果 还有第三个就是失针 虽然不算很好 但是有了这个 是不是方便很多 现在我把三种音色 一直加起来 看到了 也不错啊 对不对 还有有了这个之后啊 用这个电小吉他 也很方便了 它也是没有阳性器的 所以只要我插上这一个 把它放在后面吧 嗯 我不会用它来练习 练习 我主要用这个木吉他 跟电吉他 一方我要弹一曲 用它来弹吉他的感觉就 嗯 只能说有一点像像吧 啊 不是完全一样 啊 用来弹一些吉他的名曲 降旧这也是可以的 那就是最小你可以 用一般吉他的曲法 把这个歌曲弹出来 但是这个触感跟真的吉他 肯定有分别的 我买它来主要是用来输入 那假如我要把刚才这个名曲 输入到电脑 我改用这个琴键弹出来很奇怪了 因为这是一首吉他曲 不是钢琴曲嘛 主要用它来输入电脑 这个我慢一点再示范给大家看 好了今天我分享了 我怎么用我现在家里的三把吉他 那我更有的一些 效果器啊 矿云记啊来做练习了 现在还有一个月的假期 我想我的假期就是这样度过了 好了今天分享先到这里了 我是卡罗斯 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 订阅 转发 再见